这只野狼被绑住 四肢挂在木棍上 无论它怎么挣扎 都无济于事 牧民们要让它为偷吃二十只牲畜 付出代价 一起来看看它们是如何捕捉的 在蒙古国广袤无垠的荒原上 冬季的大地被冰霜紧紧的凳住 随着太阳进渐落山 夜晚的气温骤降到了零下四十三度 路上的车辆无一幸免 全部成功卡在了厚厚的积雪中 成功解脱后 又是无尽的黑暗和凛冽的寒风 不过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 仍旧有一群生命力顽强的野生动物 出来逆时 这样壮观的画面 为这片动员增添了不少的升级 当太阳照亮大地时 它再次陷入了一片死寂 然而屹立在山脚下的蒙古包内 热气腾腾 热闹非凡 与外面形成强烈的反差 牧民们围坐在一起 喝茶聊天 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 它们是在生活在这里 衣食住勤全靠牲畜 其中一个男人 身着羊毛大衣 一看就很暖和 另一个就更厉害了 用了六张狼皮 再做成了一件的外套 妥妥的土豪啊 由于冬季 野狼频繁出没 为了能够及时射杀它们 牧民们通常会在床体下 缝着一把猎枪 如今它早已成为 蒙古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被用来保护家人 和牲畜的安全 对牧民们而言 每一头牲畜 就像家人一样重要 因为它们是全部的财产 人们的每一天 都围绕着牲畜展开 就让它们吃好喝好 才能茁壮成长 竟然创造更多新的价值 荒牧者通常会一边骑骂 一边唱歌给牲畜听 但是冬季牧草非常的稀少 再加上野狼自虐 牧民们已经损失了不少的牲畜 前不久 它们又牺牲了一只 体型较大的公山羊 它的主人是非常的难过 于是将羊头收藏起来 做纪念 除此之外 野狼野成马匹 地上随处可见一堆又一堆的白骨 可想而知 这些野狼有多彪悍 哪怕比自身体型大上好几倍 它们也敢攻击 牧民们说 永远不要低估了一只饥饿的野狼 它甚至一次能够吃掉很多的肉 一个牧民发现 自己最爱的小马鞠被狼吃了 地上只留下了一些皮毛和尾巴 它越想越生气 恨不得立马抓狼报仇 但羽还要照顾其他的牲畜 这件事只能暂时隔世了 若受强食 适者生存 要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就要练就一身的本事 这里的小孩无论男女 从小就要学习御马术 他们有的才四岁 就能骑着马来去自由 实在是令人惊叹 估计很多与他同龄的小孩 都还在独幼儿园呢 哈吉今年刚满五岁 他是村里最小的男孩 活泼好动的他 经常刁难羊圈里的小羊 每当羊起腻了 又去跑骑小狗 一刻也没有停下来 可怜的小狗 被他搞得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不乖乖配合 还要被殴打 他的父亲说 因为之前他从狗背上摔下来 伤到了后脑勺 所以每次只要小狗不听话 他就会很生气 考虑到哈吉也不小了 他的父亲打算给他挑选一匹马 但拿着套索 追着马儿到处跑 试标选出最优秀的那匹 经过多次的筛选 幸运儿终于诞生了 父亲相信他 一定能让哈吉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牧民 哈吉见到父亲牵着马归来 开心地跑来迎接 这匹马将是开启他游牧生活的新篇章 或许不久的将来 他也会和他的父亲一样的优秀 第二天清晨 狗狗叫打破了周围的宁静 牧民们明显地赶到了警察 原来蒙古包后面的那座山上 出现了一只野狼 他正慢慢地朝这边靠近 牧民们立马通知邻居 带上猎枪出门 根据多年的经验 他们很快判断出该走哪一条路 气温是越来越低 很多猎物 跑到了相对温暖的地方过冬 以至于野狼找不到食物 只好对牧畜下手 遗憾的是 当男人们来到山顶时 野狼早已逃跑了 他们的民族与狼的战争 持续了数千年 时至今日 狼群更加死无忌惮 闯入他们的生活 偷吃了至少二十只深处 这一次 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再放过 这些偷猎者了 继续追捕前 祭祀仪式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进种狼 一直都认为自己是狼的后裔 但是为了生存 不得不抓捕他 所有人在寒风中 等待了数个小时 野狼终于再次出现 这次行动是至关重要 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他们纷纷侧卧倒地 就像警察捉拿逃犯一样 一声枪响后 他们急忙骑马下山 因为野狼又一次成功逃脱了 回到家里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牲畜赶进了圈内 看来今天的晚饭要早点吃了 女人拿出去年十一月份 储存的羊肉 打算为男人们 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羊肉包子 和闷羊粥 都是过年才吃的大菜 午夜时分出了一轮明月 周围漆黑一片 牧民们推散了一只小羊 往前走 他们要把他 当作优瓦 引诱野狼上钩 小羊被拴在了 满射白骨的地方 不知道是因为害怕 还是因为太冷 他全身开始颤抖 或许 他已经感受到了 死亡的气息 对牧民来说 这是最好的选择 牺牲一只羊 可以换来大部分牲畜的安全 野狼的嗅觉灵命 就算在很远的地方 也能闻着味道找来 牧民们必须在他赶到前 做好射击准备 还要到距离较远的地方躲藏好 尽量压低呼吸上 否则野狼不会轻易上当 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里 非常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和毅力 经过漫长的等待 似乎渐渐有了希望 小羊紧张的来回躲步 突然 一双可怕的眼睛紧紧的盯着他 狡猾的野狼并没有立即对他下手 而是寻找机会伺机耳朵 之后只听见小羊奄奄一息的叫声 紧接着就这一声枪响 结果不尽如人意 野狼一口咬死了小羊 并且成功逃脱 事已至此 他们只能将小羊埋葬 祈祷他再次重生了 第二天 阳光明媚 牧民们继续寻找目标 沿着地上的脚印 他们发现了野狼的老窝 看到狼窝门口 大大的足迹 更能确定 他一定就在附近了 牧民开始模仿狼叫 而后又在另一边 发现未晒干的粪便 果然一匹狼 悠潜地漫步在太阳底下 这一次 他们不再用猎枪 而是选择用套锁 所有人兴奋的 策马奔腾 野狼拼命地逃跑 他们就拼命地追赶 看谁想把对方累垮 很快双方之间距离就被拉近了 狡猾的野狼想趁机掉头 没想到最终 还是被套锁套住 但是他依旧奋力地抵抗 试图咬断绳子 不过无论怎么挣扎 都是无济于事 下一秒 就成砧板上的鱼肉 任人摆弄 牧民们第一次 活着野狼 满满的成就感 他们将他的四肢 捆绑在了木棍上 抬着往前走 这画面 和猪八戒下锅前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最终 人们也算是为那二十只牲畜报仇了 但直到春天到来前 蒙古人人狼大战 还是会继续上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